週日下午 香港的天氣陰晴不定 但是在金鐘紅棉道的婚姻註冊處 確實氣氛熱烈 很多素不相識的市民 前來祝賀一對新婚夫婦 這對新人只因在728反送中遊行中 幫助路人而被控暴動罪 不過 這並不影響他們攜手開始新的生活 新娘杜依蘭今年41歲 新郎叫湯雄偉今年38歲 他們兩人在728反送中運動時被捕 並被控犯下暴動罪 他們的律師說 兩人當時只是協助一名女生 不讓她跌倒 兩人利用保釋的時機完成人生大事 只是蜜月不能離開香港 除了親人和朋友 素未平生的香港人也來祝福 當一對新人出來時 人們開始歡呼 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了幾個月 港府對民眾訴求不做回應 警方對抗議民眾不斷使用暴力 雖然面臨指控 夫妻倆對香港充滿信心 兩人在2014年相識一起從事健身工作 他們都說 找到理念和價值觀一樣的 又願意同甘共苦的人真的不容易 要携手並肩 其上其落 新唐人記者王語音 綜合報導